又是這樣 我初頭真的不想 有些人是 不用錢給我試試試看 我試試是不是上癮 我真的不想 我什麼可能想到自己會玩耳機耳礦 因為我初頭在巴士上見到 一個Player 然後一個耳礦紮了幾條橡筋 然後加一個耳筒 整個手榴彈 我是笑他的 那我自己怎麼會玩呢 就是很壞不壞 幾個禮拜前 Sony送了一部A17給我 High Res Player 我覺得OK 樣子不錯 尺寸也不錯 尺寸夠小 然後我還試過過夜 煲他過夜 第二天早上還有一半電 他在電量和尺寸方面是贏的 同時也挑起了我 就要了解其他的Player 那我去惡夢就開始 那我先說一下現在在用什麼 現在我正在用的就是這個 上面是一部摸了的DX-90 下面是一個圖仔 以礦我自己正在開發的師傅牌 改正裡面的東西 OdM、線路、電容等 另外也留在身邊的 還有一部AK-120 在這兩部機器之前 在這幾個禮拜裡面 我已經經歷了幾個盡情 就是剛才說說 Sony的A17 然後Sony的A17之後 我買過一部AK-100M2 跟著AK-100M2之後 我亦都試過買過一部 摸了的FEO X5 兩部機都放了 因為X5不是不好聽 因為X5是因為它太大部 和它的轉盤 我覺得是一個笑話 所以我就放了它 跟著之後呢 買了一部摸了的DX-90 咦 我覺得幾好聲音 但是同一時間 有人推介我AK-120 是舊那部120 不是1202 舊那部120 我聽說也OK 也都是 給了錢 現在留下的就是這兩部機 另外 頭戴式的耳機 就有這個很經典的HD650 還有一條LAP cable直的線 HD650是比較適合我的口味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口味 就是HD650又不貴 還要是 不是強國做的 Sorry 不好意思 真的要說一說 不是強國做的 而且還要不貴 我覺得這部機值得收藏 這部機 另外 入耳式來說 就用這個 Heaven 8 為什麼放在Heaven 7 在這裏 Heaven 7不是我的 Heaven 7我放在這裏 搭配搭配 因為我覺得Heaven 7的黑色 比Heaven 8好多 但是為什麼我都要選Heaven 8 因為 Heaven 8 我不知為什麼 聽狐林來說 是幾不錯 聽狐林的音樂 我不是 我講了幾個產品 我不是叫大家買 千萬不要買 好壞 千萬不要買 一定要先試 現在是很多店鋪給大家試 一定要試 喜歡才好買 不要像我之前 亂買東西 因為我亂買東西 是要放些東西出來 是麻煩的 千萬不要帶麻煩給自己 另外還有 我還要放240 為甚麼要放240 為甚麼要放240 就是因為 它是這個 價錢的頂端 但其實我覺得 它的外形 有點怪 這個斜位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自己不太接受到 但是 的而且確 它的聲音 是 比120 120已經叫好 但它的聲音 比120更好 值不值 它的 兩三倍價錢 值不值 比120的兩三倍 價錢 買這個240 大家要讀一讀 為甚麼 但無緣無故拍條 說得這麼快 說得這麼清亭點水式的 獨海浮沉 是因為 我想告訴大家 我過去幾個星期的經歷 是很恐怖的 貨魚輪轉地 換了很多Player 亦都試了很多不同的耳機 香港真是好 所有東西都可以試 另外 我希望召集 所有喜歡玩耳礦的面孔 因為 我接下來在Page那裏 會 開密一點 這些 關於Hi-Fi 和關於耳礦的Post 去 希望收集一些意見 是可以 幫助到 我研發 我自己喜歡的耳礦 因為我如果研發到 我真的會 OEM這樣做 不要灰心 在香港發表意見 是還有用的 千萬不要灰心 依然是要發表意見的 另外 我亦都會把 剛才我講了的一些 Player 雖然沒有放在桌面 我都會 Roughly地 拍一些片 告訴大家 我對每一個 不同Player 小小的 report 小小的 用後感 所以 大家如果 希望幫助到我 開發我的意見 還有 希望 聽一下我的意見 作為你 買東西之前的參考 留意我的Page 記住啊 買東西之前 你就算不看我的意見 不要緊的 你一定要試 試到對才好買 香港是有得試的 玩Hifi 千萬不要衝動 玩這些東西 千萬不要衝動 試了 試了 喜歡都不要馬上買 回家 睡一覺 第二天 起床 還掛著它 才去考慮買 這個是我給大家的原則